5月12日就将迎来汶川8.0级特大地震15周年 15年来 那些清历过地震的幸存者们 早已从昔日的伤痛中走了出来 并且各自拥有着五彩斑斓的人生色彩 近日 在成都一家短视频工作室内 512汶川地震清历者胡越 穿戴着甲只站在镜头前 狠狠将象征负面情绪的纸团人出 此时 他正在拍摄一条 与512汶川地震15周年相关的短片 马上快要到512的15周年了 然后我们现在又再出一个 大概十长十三分钟的一个短片 然后这个短片会讲述我 从2008年到2023年 这15年间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然后他会讲述我的一个 主要是一个心路历程 然后心理上的一个变化 然后希望能够以这个片子去鼓励大家 然后可以走出自己的阴霾 然后可以把我自己的内树光分享给大家 2008年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 12岁的胡越被掩埋在废墟下 获救后不幸失去左腿 天生乐观和热爱运动的胡越 没有因为节肢而一蹶不振 反而不断尝试起各种高难度运动 2022年 胡越还带着自己的小钢腿 参加了北京冬残二会的开幕式表演 如今的胡越因为拍摄穿戴甲脂玩滑板 以及各种挑战的视频 而在网络上收获众多粉丝 大家都叫他闪光少女 跟我同年龄阶段的 我认识大概有一百多位小朋友 当时都是接受了节肢手术 然后呢 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 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继续发光发热 然后再从事自己热爱的视野 然后我觉得这15年来对我们 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心态上心理上的 然后以前其实在上学期间 我们大家都是不敢去穿短裙短裤的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就应该把它藏起来 就是有这样一个错误观念 所以导致了我们这么多年 可能会有一些自卑 或者是一些敏感的心理 但是到现在 到这几年 就是大家都已经开始 逐渐接纳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高兴 与胡岳经历类似的还有牛玉 她因钢腿女孩的身份而为人熟知 并且在短视频平台上 拥有200多万粉丝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当时11岁的牛玉 不幸右腿大腿以下截肢 然而牛玉的生活却没有就此受限 反而开启了更加积极阳光的人生 2021年 牛玉踩着机械钢腿 在上海时装周梯台亮相 2022年 他履职共青团绵阳市委兼职副书记 2023年 牛玉当选四川省人大代表 有网友说 牛玉活成了健全人都羡慕的模样 牛玉说 走红网络只是一时 履行更多社会责任 才能更好地回报大家的关心 我一直都觉得 在网络平台上被大家喜欢 被大家关注 其实是一种运气吧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 就是因为大家喜欢 因为大家关注 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 能够去帮助曾经跟我一样的人 这些年来 我去尝试参加了一些供应活动 然后去西藏资教 包括在一些分享会上 通过分享自己的故事 给残障人士带来更多的自信 在团市委和省大代表的工作中 也积极倾听 并收集他们的建议和心声 如今的牛玉走红了网络 旅行新职务 收获甜美爱情 但她并没有停下 近期 牛玉在忙于推出她的新书 这本书讲述了牛玉从2008年 汶川地震 到自己23岁的人生经历和所思所想 牛玉说 希望书中的内容 能让身处阴霾中朋友 寻得自我 重拾生活信心 我觉得这15年来 我最大的一个变化 可能就是从一个自我怀疑 然后到接纳自我 其实我觉得我跟大家是一样的 只是说可能 就是说像我经历的地震 经历的生死的孩子来说 我更容易去感受到生活 那些点点细节吧 就是生活给予我们的美好 那希望这本书写出来之后呢 就是能够给到更多残葬朋友们 就是一些自信 能够帮助他们走出家门 走上街道 包括我们青年一代 能够给他们 就是说更多能量和希望吧